儿子其实刚才说得很明白 就是我养不养猫 我怎么养猫 我谈不谈恋爱 我怎么去谈这个恋爱 我工作不工作 我怎么去工作 这些事情你们不用操心 都跟我们无关了 现在就是我的家里 就是那 围的那几个猫砖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 小胡 你父亲给你的这个信里面 对你提出了 咱不说是要求吧 几点希望吧 第一 人是要懂得感恩的 滴水至恩要涌泉相报 第二 人是要有担当的 中国几千年都是这样 一代一代传过来的 第三 人活着要有目标 只要我们努力了 没有达到目标 也不会后悔 以上只是父母为你指的一条路 希望你振作起来 有什么困难 说出来 家人会同你一起共同解决 我们永远相信你 你觉得父亲在向你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活成他们那样 你爸爸最后说 有什么困难说出来 我们永远相信你 现在最大困难是 受的执着比较多 胡先生 我说我们年纪大了 走过的路只是跟你提过一个参考 爸爸觉得你们是在提建议 是 对 你是可以参考 是吧 你现在最希望父母做什么 或者说怎么换一个 希望他们不做什么 而不是做什么 希望他们什么都不做 他什么都不做 就比如我们现在交流很少 其实我不抵制这种生活上的寒暄 这种挺好的 但是没必要来讨论这种 不会有结果的东西 就比如在你们想法里 我一定是要结婚 而在我的想法里 我一定不会按照你们那种想法去结婚 这永远讨论不出结果 我们完全可以搁置这个事情 不用讨论这个事情 这个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出自己观点 但没必要要求别人也符合自己的观点 明白 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前关里面都像人家都在 这结婚成绩都按道理来的 父母老 你自己现在这种生活状况 就说我们老了也不能动来 谁来扶养 你看他能扶口就可以 到老了以后去哪里扶口 射把没交 医把没交 也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没交 你们觉得如果他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生活 到最后就会一无所有 那肯定也就是差不多 小胡不愿意重复父母的人生 但在父母眼里 以儿子现在的活法 将来未必能过得比他们好 因为没有事业 没有婚姻 相当于一无所有 对于父母的这些担忧和愿望 场上的廖喜玉表示 他非常的理解 这怎么回事 我跟你的父母是一样的心情 不小了 33岁 本该是成家立业的时候 现在连基本的医保 社保都不急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担忧 你今天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扶口 没有错 那有一天生病了 今天来调解的主要矛盾点 根本不在这里 那在哪呢 今天的矛盾点在于 婚姻观念的不同 那我也想想说一说 你这已经到了 为人夫 为人妇之时 哪怕是有个女孩子 真的深深地爱上了你 当她推开你的房门 一股猫尾 你身上全是猫猫 我更愿意找 喜欢猫的女孩子 所以我们不应该 用自己的观点 去让对方也接受自己观点 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你说得好 那你就像个正常人一样 像个三十三人 怎样的人叫正常的人 比例最高的就叫正常吗 把社保买好 把医保买好 把所有该自己的 全弄好 首先我现在就是自己 在养活自己 不可能再问家里 要一分钱 我确实没有问家里 这最好 你来跟我变 我不想变 我只想你做到一点 你能让你的父母 不替你操心 就OK了 我已经提了一个方案 把我们争议最大的事情搁置 我们可以 完全可以坐在一起 开心地来生活 那些问题不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一定要把婚姻问题 跟亲戚问题绑架在一起 这是两个问题 好 所有的都不说 我只要看到你的父母 脸上有笑容 你能让他们安心 放心 不替你操心 就OK了 你能做到吗 你能让你们节目的嘉宾 脸上有笑容 你做得到这一点吗 你怎么来让我来笑 有笑容 小虎不着急 不着急 你一定要相信 就像我们所说的 这个世界上是多元的 每个人每个人的观点 对 所以我前面我没说话 你不着急 不着急 说一下我个人对于婚姻这个 就您婚姻这块态度 结婚与否 和生不生孩子这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选择 对这一点 我尊重 我只能表示我自己的态度 我尊重您的想法和选择 我也跟爸爸妈妈多说两句 我们都知道 小虎可能在小的时候 就是你们方圆多少里以内 聪明的孩子 读书在那里 那个小镇上差不多就是有名的了 之所以爸爸妈妈不能够接受 小虎很多状态 其实是不能够接受 你们心里的那种落差 这不如人家没读书的人 怎么讲呢 我们可以有美好的期待 我们也得学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去接受自己的孩子 按照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成长 前提是不危害社会 不妨碍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ro 打赏 ro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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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了 打赏 ro 是